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1月19日 星期三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一種大快人心的事情 台奸黃安 在台灣被進一步封殺 有網友 去卡拉OK唱歌的時候 打算點黃安的新冤央蝴蝶夢 結果發現這個畫面上顯示 此人破壞台灣不播 旁邊寫著黃安 總共有幾首歌呢 0-67首歌是黃安的歌 全部都是說此人破壞台灣不播 黃安 昨天下午在微博發文回應這件事 質疑我到底破壞了台灣什麼 黃安表示 自己已經被號稱民主自由的台灣 封殺六年多 而且 不但 電台封殺 罵人像黃安 竟然 被罵人像智障 罰得更重 即是說台灣罵人像黃安是很獨立的 罵人像智障 反而輕判 我到底破壞了台灣什麼 我實在不清楚 我就是一個過氣歌手不是嗎 破壞力這樣大 那麼怕我 很好笑 黃安真的很好笑 我們這節也要告訴大家 究竟台灣 是怕你 還是怎樣 台灣 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地方 台灣封殺你就是用這種方法 如果你在大陸你會發生甚麼事 黃安也表示自己今晚喜歡錄製今年創作的新歌 這首新歌 好不怕台灣更不敢破裂 哈哈哈哈 我的新歌《台灣敢播》 就算我寫得失敗 即是他要寫一些統一、武統台灣、罵台灣的東西 或是詆毀台灣的歌 這一節 我們要討論一下 黃安這種人 基本上 他跟丁蟹很相似 但是 他是享受台灣的民主自由 而發聲 就說他被人封殺 我們詳細跟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星期二日報現在是我們的主力頻道 我們的所有節目 都會在這裡廣播 但是 由於我 和Johnny的聲音 今天 這個新聞被主頻道 認住了 入了黑名單 我們的影片一上就黃標 除了 古董可以不黃之外 其他甚麼都黃 很離譜的 所以我認為 我們現在 最新策略 全部要先把一個頻道 因為 我們分散了其實也很弱 變成三個台上 也有 不夠罪人 各方面也比較弱 我們現在 主力放在星期二日報上 希望大家 重點來星期二日報 聽我們的節目 無限滑 至於星期二得道 我們仍然就會播放 早晨新聞 財經 娛樂 台灣新聞 英國新聞 還有賽馬節目 希望大家多多留意 也不要忘記 這個主頻道 但是主力就是 搞了 後面這個星期二日報仕 我們受到的打壓 也可以說層衝不窮 沒有辦法要用很多種方法去嘗試 希望大家可以鼓勵支持 另外有一個呼籲 二月四日年初四 這一天也是北京的東奧開幕 我們 在 倫敦的 中共大使館 大波蘭街49號 抗議 幾十年來侵犯人權 將中國 變成一個 不正常的國家 基本上他們是一個納粹式的統治 我們 是要 去聲討他 當然跟他贈慶 我們 到時印製了一些 領導人 的超像 給大家 去踐踏 包括有習近平 林鄭 李家超 當然我們以踐踏香港的狗官為主 林鄭 李家超 還有 鄧炳強 還有 鄭若驊 還有他的腦頂 習近平 印了幾張這些畫像 給大家 當日 每人都可以踐踏他們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鼎力支持 袁爸爸到時就會特意趕過來 跟大家一起 抗議 之後就事後會開會 說回王安這件事 我覺得這真的是人渣中的人渣 他享受著台灣的自由民主 回去舔共 然後 回到台灣就在批評台灣 說真的 台灣有甚麼做得不對 你批評沒問題 但是他那種是舔共式 是抹黑台灣的 很多時候我們也會批評政府 批評政府不是問題 問題就是 你 站在中共的立場 抹黑說一些不是事實的事 台灣政府對你很寬雲大量 他沒有查處你的資金 沒有用國安法 去查你 台灣也是國家安全法的 沒有用國家安全法去查你 沒有查你的資金來源 有沒有收受共產黨的利益 沒有把你的銀行戶口封鎖 查你是不是清洗黑錢 又或者 如果台灣政府要搞你 用洗黑錢的罪名 查你 封你戶口 還有 任何人 以五年來或七年來 跟你戶口有往來的人都封鎖戶口 我相信你台灣 你皇安在台灣會成為過街老鼠 你的所有親戚朋友會跟你劃清界線 甚至乎 你會有朋友 出來打你 因為你 跟你的關係 因為跟你做過生意 因為跟你交易過 就被人封鎖戶口 但是大陸是會做這些事情的 大陸甚至乎不是搞你 而是搞你家人 你試試在大陸做相同的事情 你會得到甚麼後果 你出不來的 你不會是一個人來的 你一定是失蹤 又或者被人折磨 又或者 被人用不同的方法 甚至乎混入精神病院 說你是神經病 在台灣 你可以風流快活 可以享受台灣的醫療制度 醫療福利 去看病 這種人 真的是人渣中的人渣 其實 好像黃安這種人 很多很多 因為中共的大外宣 說到中共就是正統 我們就意外中國文化 其實中國 中共是破壞中環文化的 最大兇手 由建國49年開始 反由 文革 破壞了大量的中國文化 孔廟也被他 閘了多少次 關公的青龍掩月刀 都丟了下去 大煉鋼的熔爐 煉成一堆廢鐵 幸好 當時這個月和勾錢劍 沒有被人扔下去 被人阻止了 據說月和勾錢劍也說要扔下去熔爐 你想想 人們是不是瘋狂 然後 打爛了大量的瓷器 字畫 燒了大量的字畫 以前中國有多少古董 全部 扶之一句 要麼被人打爛 要麼被燒毀 大量的文物 被他們破壞 大家想想 中國就是專門做這些事 首先 推行簡體字就是要破壞中國文化 大家在大陸的朋友 你們懂不懂得祖宗寫的文字 祖宗寫的文字 你們不會看 誰破壞中華文化呢 誰破壞中華民族呢 就是 中國 而台灣 出了很多人 口口聲聲說愛國 你們愛的那個不是中國 你們愛的那個是中國共產黨的極權 是一個比納粹更加邪惡的極權 你們 好像現在台灣有個中藝女王叫方方 走得回大陸 拿大陸身份證 站在大陸那方面罵台灣 這種人 根本 如果他敢回台灣 就應該用國家安全法拘捕他 用間諜罪拘捕他 讓他 在綠島坐一輩子 王安其實也是 應該就真的要 判個坐一輩子 現在只是用這種方法處罰他 其實真的很便宜他 如果他在彼岸 他會得到生不如死的對待 在台灣 他還可以爬文爬武 還可以 在這個 社交媒體出來罵台灣 封殺你甚麼 不讓你做生意 肥佬在香港也被封殺了 沒有廣告 所有的 所有的商店也不敢在那裏下廣告 使得他生意大跌 使得他收入大跌 使得他在香港的報紙 要拿台灣的錢來救亡 不是一樣 你中共可以封殺人 人家不可以封殺你嗎 你在台灣的地方 唱吹台灣 現在你得到的這個結局已經是很好的 不是怕你甚麼破壞力 而是你做的事太討厭 你做的事太過對不起台灣的社會 他們沒有人怕你的 你是一個人渣而已 所以他寫這些東西 真的覺得自己是對的 這種人 其實是真的要得到更加大的懲罰才對 祝他 長年生病 很多時候要做手術 台灣醫院 也應該繼續幫他做手術的 一年做一次 幫他經常做手術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